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李潘 今天我们继续分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董健将 匾带高手在金沙江天险虎跳侠 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难度挑战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惊心动魄的挑战 一个人就站在这匾带上 要横跨虎跳侠 这个要横跨虎跳侠的男人 名叫张亮 他是现今匾带第一人 也是国内走匾带最长记录的保持者 长度达到了310米 那么在我手中的这本书上 就是这本《荒野至中》 就收录了一篇文章 篇名叫做《匾带人生》 在这本书中呢 非常详细地记录了 2016年4月26日 张亮横跨虎跳侠的情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次都惊呼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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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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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啊 或许就是如此吧 这种运动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心境上的升华 是一种放空自己之后 看清自己的能力 美国思想家 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说过 有耐心的人能得到他所期望的 极限运动的目的或许就在这儿 好了 感谢您今天一起和我们来读《荒野志》 明天同一时间 咱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